剛才的影片簡介了Layer Explorer 當你的畫面越來越多的時候 你就自己用這個畫面去管理畫面的東西 我就在這裡先交叉 看看我們這個場景究竟我要怎樣做 其實CAD的線可以直接拿出來使用 但我習慣通常會在3D再蓋上 按照比例的方法 其實我們就善用Snap工具 鍵盤的 shortcut是S 按著它就會幫你做一些對齊 右鍵就可以選擇 setup 就是對齊什麼 Default應該是對齊grid point 就是底部的架線 我現在選擇對齊Vertex 對齊Vertex就會幫你對齊所有在畫面有點 有Vertex的地方 Fleeze的那些物件 Default未必會跟你對齊 所以你幫我再檢查另一件事 就是你部機的options 這個位置 有一個叫Snap to Frozen Object 確定這個Tick是有Tick著的 它就應該是這個Fleeze的背景 即平面圖 它都可以懂得幫你Snap 逢有點的地方 你就會發覺你的Mouse會自貼上去 完成這些設定之後 就可以交叉按著我們的Snap toggle 然後選擇線條工具 我由角落頭開始建立 那我就選擇第一點 逢見到轉角有門位 有窗位的地方 我就會選擇點 另外有更長的這個位置 我都會選擇點 將它們分開 方便我待會將它們分開 這是一個窗 強欲 你可以選擇嗎 請留下 回到最後一點 按它 其實我是不需要Close Blight 不過我也想Close一次看看 如果我現在的狀態去Prospective 給它 Extrude 其實它就會出現整個立體的方法 但我現在想要回牆壁的後面 不是想全面的立體 所以我扔了 Extrude 回到線上 所以為何我最後這顆點 其實我不想閉嘴 不過我真的閉嘴了 其實我可以來這個位置 有一個叫brick的選項 brick了其實已經拆散了 我關了Snap Toggle 拆開 其實你就會看到 我把兩顆點分開 我有去兩顆點分開的狀態 但重疊在同一個位置 然後介紹一些不同的工具給大家 第一你可以嘗試用Sply 它是給牆壁的厚度 我的牆壁是90mm 你會看到剛剛好 整間屋的牆壁都關好所有的厚度 這是第一個方法 但我不用這個方法 我先嘗試給大家看 做厚度後 用Extrude 牆壁就可以有厚度 但不好處 就是 在這個厚度 你會看到頂部 這個位置 其實它沒有幫我們感覺到 Polygon 有沒有大問題 其實沒有大問題 有正常你也不會看到 你的牆壁是否空心 你不會在這個角度看到它 你也是這樣在裡面看到 你不會看到這個位置 但我覺得這樣不太好 所以我就不用這個方法 先解釋一下 還未做Outline 之前 其實你喜歡 可以先測試圖 如果你想做錯 或者想試其他方法 你不用再 Outline 你整間房間的形狀 譬如我告訴你 這個是Floor Plan 01 我叫它做 好 我繼續再試其他方法 這次我怎樣做呢 不做Outline 直接做第一次Extrude 我給900mm 900mm很適合 大概是90cm 在家中的窗 但不同的窗 也不一樣 有些窗可能是 落地玻璃 也不一樣 視乎你的窗的設計 是哪種的窗 一般standard 半身窗 90cm 然後我再給一個 這個 你可以看看 因為它是一個薄的面 來做Extrude 內層是沒有問題的 不過外層 可以看到Polygon的底部 Polygon底部 我們當作透明 看不到東西 我正常都不會看到 家屋的外面 但又是 我覺得這樣好像不太好 所以我們在這裡 給它一個 叫Shell的東西 也是有不同的方法 例如你可以用EditPoly 我可以用Extrude 一個長的厚度 或者我現在直接選 Shell 給它一個厚度 我也是給它90mm 剛剛好就是我長的厚度 你會看到所有長的厚度 另外就是 你會看到 頂部的這裡 不會漏了 如果我按F4看看 你會看到 其實線是 完全正常地出現的 我們就要這個狀態 然後最後 就幫我放一個EditPoly 這個EditPoly 我就想撿回這個位置 因為我們的桌子 不是連著的 那你 那你 那我選 比如Polygon 我選這個面 叫它 想想怎樣關它好先 我先把它丟掉 那我就選這個 那我選這個 然後我就叫它Extrude 那我還是要90mm 就是剛剛好 那做完一輪之後呢 其實要我搬開一點點 看看 其實你會看到 這裡是 一些黏住很近的點 其實裡面有些其他的面 那我就拔散去看看 OK 因為這裡裡面有些面 有些交錯 那這種情況怎麼辦呢 那我試一下把點子合起來 有時候合不到的 我看看 試一下合不合得到 先拿一個 拿一個 喂 工具 拉大一點點 那你發現拉也合不到的 其中一個理由 是因為它中間夾著了 有層面在裡面 它就沒辦法做到 那這種情況怎麼辦 我先搬開一點點去看看 對 那其實這裡有問題 因為這裡多了一個面子 頂住了 所以我就把這個面子移除了 去刪除了 OK 那當這個面子不見了 兩邊內層都沒有 夾緊頂住 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用TARGARWID 把它貼進去 好 那我們就做回我們牆邊位 另外就是做些什麼位置 哎呀 那個Shell做漏了一點點 我先看那個Shell 你會看到這個Shell Deford 去到角落頭位 其實你會看到 它有一點點圓圓的 縮了進去 其實因為它在下面 有一個 叫Strington 的Cornar 沒有剪刀 它就有這個現象 我試一下剪刀 對 未必可以的 因為 有時候我在頂層已經做了 Edit Poly 再回到底層 它有時候會爛 不過很幸運 這次沒事 我再剪刀 改變好這個角落 這幾隻角落 都是直的角落 那我就去到上面 Edit Poly 我都要再測試一次 外文 因為你越做 Modifier 這裡會越來越多 有些人不喜歡 它就會把它 轉換成一個 Editable Poly 它的情況就像 Photoshop 去Merge 每個層 每個層 之後 Parameter 還能改變 就不能改變 只要看自己的情況 你自己想不想這樣做 我先繼續做下去 例如我選擇 Polygon 好了 現在這個高度 是有窗面的高度 但有些長度 我要繼續向上生延 所以我選擇這堆面 按Alt Alt 你會看到 我選擇了所有向天花板 向上的那些面 但每次是窗的那些面 我就不選擇了 所以我去掉它們 因為這些面 高度來到這裡 我們已經足夠了 這個也是一個窗 所以你要熟自己的平面圖 哪一個位是有窗 沒有窗 這個是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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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窗位 接著我再做第二次的高度 我們先計算數 一般來的香港 如果是8尺樓底 10尺樓底 例如公屋那些 就是450mm 2.5mm 減了剛才的900mm 應該還有1550mm 我們要關掉的 不過我們還要再想到一件事 就是門的高度 可以看看自己的家庭 門的高度 一般來說 不是上到天花板 門的高度 大約2m 2-2m1左右 減了剛才的900mm 其實我們要再向上升多 X2 1100 這個是門的高度 門的高度之後 這裡是1100 加上我們本來的900 那其實還差450mm 對 才是我們一般樓底的高度 所以我再延遲一次 這次要450mm 那這個就是一般 我們香港的樓 除非你最豪宅 那些10尺樓底 一般來說就是這個高度 然後我們還要再做些什麼呢 門 門我們要開給它 天花板 地板 在做過的事情之前 我先做一些間隔長 那你會看到 其實這些就有用了 這些其實剛剛好 就製造我的間隔長 那譬如我選擇這裡 這個面試一下 X2 例如一張圖是你自己畫的 你就應該知道自己 這個間隔長 究竟要多長 那我這張圖 因為不是自己畫的 所以我就 猜一下它 對 那這裡是2m4 就來到這個位 那我再做一次 我這張圖的厚度是90mm 再繼續 Extrude 那來到門框邊呢 差一點到門框邊 那我們就不做了 這個位應該是木門框來的 因為 那你就會看到 我還有一部內牆 那這個呢 這個呢 再做了 那你可以隨時轉換去F3 幫你看看位置是否正確 那它應該不會有小數點 那些 因為它的CATO很乾淨 那些師傅起的時候 你下下小數點 那你如果要按比例 你叫它怎麼起呢 那所以應該都是一些 很正常樣的整數來的 那如果你想圖的位置畫 你就應該知道自己的 單位的尺寸的比例 好 那如此類推 那我建了一些內牆 那我建了 我不建了整個屋子的內牆 那我試完這個內牆 我想試上面的門框 那個位置怎麼處理 給你們看 這張圖不是我自己畫的 所以我只是猜到它的長度 好 然後再給多90mm 然後再轉角 很薄薄的位置 好 那你會看到我做這裡的內牆 其他的內牆 都是用這個方法來關掉 我想說說門 門 因為不是到頂 所以這個位置 我們要連結它 我們可以看看怎樣連結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剛才我們轉角的位置 我們可以選擇一個面 然後把兩個面 然後把它們連結 然後把一些點點連結 那這個方法就是 其實我們可以選擇 Bleach 那不需要做任何特別設定 已經Bleach了 那你會看到 就是做了門 上面的這個位置 那我這條影片 來到這裡結束 我就不做完全部的事情了 因為我怕影片太長了 那你們的工作 就是把你室內的場景 所有的間隔長 我現在這個個案 只差兩棵牆 只差這棵間隔長 和這棵間隔長 還未建 那應該完成 那幫我做了所有間隔長 和門上面的這個位置 那我就會在下一條影片 講完 如何做天花地板 還有就是我們的門框 那在下一條影片再見 那